詞曲 李宗盛 那我們的前行先唱那個 讚頌永翰行 詞曲 李宗盛 把握生死的爽血 路過長男的寒冕 曲劍全是愛佔中苦之緣 喜帆道路從中 熬於痛楚愁雲泥 無敵佛子 心佔空氣清涼光 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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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倒是勇猛心 無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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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他相不提到 春季絕齒的風範 乘著靜靜的長風 想到舟去猛逆 練習一切從生靈 熟悉無知的淚煙 地盤雪靈的導演 才故事敢怒搖 以殿下聖老秉死 想見咒 想見咒 爭脫一切棄手 想見咒 想見咒 拉進你我的手 永恆無回頭 想見咒 想見咒 直到長生路盡頭 想見咒 想見咒 拉進你我的手 永恆無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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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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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之勇士》 这个164页的305则 那他的题目叫做 《跟命运抗争的修行者》 好 那我们念一下 打起精神去跟命运抗争 这样反倒能够战胜命运 把恶运踏在脚下 所以珍如老师说 这个病苦很复杂难理 很恶劣的人际关系 这个都是不好处理的逆境 但是如果在这些逆境面前倒下 那就成了只能被痛苦灵虐的懦夫 但是如果碰到困难 能够奋力向上 打起精神去跟命运抗争 这样反倒能够战胜命运 把恶运踏在脚底下 那我们能够打起精神 跟命运抗争 我们能够战胜命运 我们的胜算 我们能够有胜算的关键在哪里 就是真的碰到恶运 你要去打起精神跟命运抗争 你这样子有机会去战胜命运 把恶运踏在脚底下 那个真正的关键在哪里 对 叶果健 讲这个答案九成的机会都会对 好 那叶果健再说一下 我最近常常跟大家讲这个概念 就是其实上一次有稍微提过 再说一次 很多人学叶果健刚开始会这个 不太容易接受 因为叶果健他学到第一个部分 就是如是阴感如是果 善业决定乐果 恶业决定苦果 他学学发现 善业决定乐果 恶业决定苦果 然后你看我自己这一生恶业那么多 善业那么少 哇 不想学 不敢面对 其实这是一个损失 为什么其实叶果健还有更重要一个部分 就是上次跟大家说的 叶果健更重要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距离业门 距离业门 因为倚靠的距离业门的力量 我们很容易造作强大的善业 也倚靠的距离业门的力量 我们可以用很大的机会 把自己的恶业掺除 所以倚靠距离业门的力量 是最有力的帮助我们 帮助别人去扭转命运的一个方便 其实业果健里面有很大 很主要一个部分是在讲距离业门 整本广论其实认真讲 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散巧的 运用距离业门的力量 可以帮助自己 帮助别人改变命运 乃至于快速的成佛 这是广论的特色 所以真正要能够跟命运抗争 去战胜命运 把厄运踩到脚底下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业果健 一方面你要确信 如是阴感如是果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 很认真的倚靠距离业门的力量 这就是转变命运的关键 所以在广论196页 最后一行有一个很重要的祭送 你们看196页最后一行中间 我这个祭送没有特别背 但是因为常常看 常常想就背下来了 所以你们用看的 我用背的 这上面说什么 196页最后一行 极此金云有看到吗 说若今拒止横沙节 尽心以诸妙饮食 散盖床帆及灯漫 成事百亿拒止佛 若于正法将失坏 善事圣教将灭食 昼夜能行易学处 祈福圣前聚止背 我好像有一个字背说 若于正法即失坏 所以他这段也是佛多讲的 夜果道理 夜果道理很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在这里 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你用 聚止无量百万 恒河的沙的数目 那么长的结束 然后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你用很清静的意乐 尽心 用很多庙饮食 散盖床帆种种的好东西 供养成事 无量百亿拒止佛 无量无边的佛陀 这个功德 这个福德是很大的 我们上次不是讲吗 他远远看到佛 就这么理一下 就可以让他生到33天 还下来听佛说法 还可以证果 何况说 像这边讲的 无量和河沙的结束 清静的意乐 这么长的时间供养佛陀 那供养那么多佛陀 那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呢 若于正法及失坏 你在正法失坏的环境 末法的时代 甚至没有法的时代 善事圣教 善事讲的就是佛陀的意思 佛陀的圣教快要灭绝的时候 受业能行异学处 一天一夜 持一个最小的戒 学处就是戒 一天一夜 持一个最小的戒的功德 祈福圣前聚子备 祈福圣前聚子备 就是那个福报会超过前面那样 聚子横河沙节 那么多好东西 清静的意乐 供养成是百亿聚之佛 那么大的功德 你在最恶劣的时代 你只要持一个最小的戒 一天一夜的功德 就远胜过前者 无量无边备 所以你真正理解 这个就是师父讲的 所谓的十大因缘 你在越困难的时代 越恶劣的环境里 你做到那一点点 那个功德会胜过 你在好环境里面 做很多的功德 还要超过无量无边 所以师父以前有讲过 你在末法时代 持一个最小的戒的功德 会远胜过正法时代 持戒 圆满亲近的人的功德 还要无量无边 就这个道理 所以时代越恶劣的时候 环境越困难的时候 你做到那一点点 如果你的路是走的是对的 你的方向是对的 你做到那一点点 其实功德是无法想象的大 它有这样一个特征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为什么可以 可以跟命运抗争 你可以战胜命运 把厄运踩在脚底下 就是这样子的关键 所以曾老师才会说 要做跟命运抗争的修行者 就是这样 你碰到逆境的时候 你还是坚持修行 还是坚持让内心里边 原念的善法 还是坚持意念思长的教诫 做师所习的话 碰到逆境的时候 当然不容易做 困难度会大 但是你做到的一点点 会比你以前在环境好的时候 做到功德要大无量无边 有人说法师 那我就干脆去坏环境好了 你在坏环境里边 还能坚持到对的方向 甚至你平常在好环境里边 就要坚持学习 才有这种力量 如果你一开始 就在坏环境里边 你连好的方向都不知道 连朝的好的方向 串席的力量都没有 那你就不见得 能够在坏环境里边 也发挥你的力量 所以呢 碰到好环境的时候 这叫什么 这叫瑕满 碰到坏环境的什么 叫十大 这个用心就要常常记得用 所以 师父说 有的时候佛法叫做妙法 非常的妙 非常的奇妙 淑妙 就这个意思 你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 顺境也可以修行 因为那叫瑕满 瑕满当然好好修行 逆境也可以修行 因为那个叫十大 十大就是逆境里边 方向如果对的 你做的一点点功德更大 好 所以呢 你在越困难的环境当中 坚持修行 你的功德会更大 如果又懂得随喜 我们上次有讲随喜 又懂得去随喜 你这个坚持修行 更大的功德 那功德又会再倍倍增长 所以呢 最后这么强大的善业 就让我们有机会把厄运踩到脚底下 它就是这样一个特征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公案 我愿意再讲一次 那时候就是 也是我们自己学广论的同学 后来这个事业碰到这个大环境的冲击 然后结果就是本来大家都很看好的 后来就这个碰到很严重的危机 就是快要到这个不情支撑下去 后来就跟银行团谈判 因为跟银行 那个公司跟银行团有借款 那就看看银行团 会愿不愿意给他们机会 给他们一个比较优惠的还债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继续这个再去努力 结果呢 那个时候最大的债权银行 就是欠钱欠最多的那个银行 换了一个新的经理 新的经理是不认识他们的 其他的别的银行的人都认识他们 知道他们夫妇的为人 都很愿意给他们机会 可是那个欠款最多的 最大的债权银行 换了一个新的经理 不认识他们夫妇 所以就觉得 哇你怎么欠这么多啊 那当然就是 这个态度上要求的就比较严苛 也让他们比较不好过 那他们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没有用啊 最后就想 对啊这个叫恶业所感啊 夫妇两个一起很认真拜颤 拜了几个月之后 那个新的经理态度也有点改变 他持续拜了一年 他说后来他跟我讲 那法师今年我们又跟银行团开会 就是当初去年那个 最难沟通的那位新的经理呢 他说这次那个经理手里拿了另一张 他自己亲自用手写的稿子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念的全是对他们夫妇两个人的赞扬 所以他自己也很感动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要领 就是真如老师说的 你面对厄运的时候呢 其实你要坚持做一个跟命运抗争的修行者 但是什么 要按照业果见 然后依福田历世要教授 改变提升自己的业 改变提升自己的业 改变提升自己的业之后呢 要不然就是你业感的境界会变 要不然就是就算境界不变 你面对境界的心态感受 跟思维就会跟以前不一样 你就有机会造新的业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而且记得 广论上面的道理 佛陀讲的道理 佛陀讲的一口道理是告诉我们什么 困难越大的时候 境界越困难的时候 如果你方向是对的 你肯坚持的话 你坚持的那一点点 功德会变得很大很大 这点就很重要 所以其实以前师父有讲过一个 蛮有趣的开示 因为法人事业也是在这个时代 做出了很多人家认为 不可能的事情 本来台湾有机无农药 是不可能的变得可能 现在年轻一代的教育 还是有超过一万个文教老师 在小中高大里面这样去努力 也帮助改善了很多年轻人的 心灵的提升的状况 或者说像我们生团 师父没有缘期前就已经是台湾最大的 男众生团 现在也是 而且我们建立的 北美道场也是最大的 汉语系的海外佛学院 那都是不可能当中变成可能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后来有一次师父他自己开示 有一段开示就有讲 说之所以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师父说不是因为我们很了不起 是因为这个时代太烂 其实就是刚刚讲这个原则 因为环境很困难 因为环境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方向对的话 我们虽然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朝着对的方向 按照师长的指示做到一点点 它产生的功效是很大 作用是很大 这就是我们可以 为什么可以有机会把厄运踩到脚底下 所以让我们会把厄运踩到 哪里的将来 没关系